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倒是有点头疼一头 脚疼一脚 怎么讲 同死医生了 现在就开始呼吁 说过去说20张病床配一张保安 现在有的代表就说不够 保安有什么威慑力 就像我们原来林峰大夫 他就说保安有什么威慑力 你配警察 或者是开始讲究 现在医院浙江那边的医院 已经有卫生局的干部 说要加强医院的安检 就是你可以期望很快 我们的医院就变成飞机场 就变安检 但是我为什么说 这是头疼一头 脚疼一脚 都有很多背后的原因 可是现在医生们就说 说过去治本了 中国人老爱说 中医老爱说治本了 不治标 天天现在就要除原命 也得治标 这个治标的方法不一定管用 您比如说 就算医院门口弄得像戏机场一样 他的那些病人 他一进医院 他什么都没带进医院 医院里面刀子太多了 手术刀多锐利 几十把几百把任你选择 还有比如说医生回家路上 他那个长期投诉以后 都认准了那些医生的 都写在墙上的 我经几号的时候 你这么说 对不对 那他回家 他去医生去买菜的路上 这个好像不是一个方法 这个门 但是就说这个有的患者 现在也是 你弄不清怎么回事 你像那个熊旭明 广州的那个重症监护室的 主任还是副主任 给打的尿血 给打成都打裂了那 那么就是这个危重病人 抢救无效 在ICU重症监护室死了 死了怎么光机 就开始趁着医生上拳头了 一帮家属就为这个ICU主任打呢 这是什么情况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 就一方面你说要不要治本 那当然要治本 但这个本呢 其实是很麻烦 的确是 治标没有用 治本管用吗 因为本的话 比如说其实还有两成 一成呢 就是过去这么多年讲的 就为什么病人不喜欢医生 为什么病人跟医生紧张 其实呢 平常我们中国人什么都不爱 就最怕提这四个字 所谓体质的问题 这五个字 但这的的确确是个体质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为什么病人那么不喜欢医生 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医生真的不够 所有的医疗资源集中在比较好的城市里面 所以什么疑难杂症大家都往大医院跑 然后那边根本分配不足 第二呢 就是这些医生啊 他们薪水也很低 还是我们老讲那个老问题 你本性太低 那么于是呢 整个医院到医生都得靠各种各样的 你说药物费啊什么这些东西 他分红才能补全 那么当这个东西是正常收入一部分的时候 那个病患 他就会觉得 你要这个要那个 又要这个又要开这个 是不是想蒙我钱呢 如果到了最后还没一个结果的话 那我是不是生气呢 就等于我行贿了 对他感觉就是 我贿赂了你了 白贿赂了 还白贿赂了 你说生不生气 那所以你说这是不是体质问题 这当然是体质问题 但还有个更深的体质问题 那个更深的体质问题 就是我们今天中国人不是特别都闹事吗 比如说闹法院闹公安 上访通常我们都很同情嘛 对 现在这叫医闹 但这种闹呢 里面有许多 真的你看 其实是有点无理取闹 他真的就是 你怎么救不活他了 对 救不活就救不活 你干嘛就得闹呢 比如说有时候 你比如说上法庭闹的 或者去公安局参访的 有时候你看一些个案 他的确是没道理的 没错 那为什么他会闹 其实还有一个很深的体质原因也是 就是他不信任体质嘛 你整个制度让他觉得不是公平的制度 整个制度 比如说医疗 我觉得你在医疗整个制度是一定是千疮百孔的 我根本不信任你 所以这个时候你出现了一个我不喜欢的结果的时候 他一定就本能的觉得那一定是你错 就比如说如果中国人不相信法院的制度 那这时候法院任何一个判决出来不利于我 我就一定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没错 你说有的时候要不说跟媒体也有关系 但是也没关系 他出了这个事 媒体就要报 对不对 媒体报的是一个个案 可是往往一个个案呢 就是影响对他的信任 比方说这几天你知道吗 广西那警察喝醉了酒 打死开枪打死孕妇 你看这新闻了吗 没有 不是造谣吧 不是造谣啊 是真事 喝醉了酒啊 这个说有奶茶 就是有什么卖 人家不是卖奶茶的 有奶茶没有啊 都说没有啊 帮掏出一枪先打中这店主的锁骨 然后这店主就让这个他老婆 怀着孕的老婆 说你赶快去报警 这警察说报警 帮打肚子 把他老婆打死了 有这样的事情 你知道就是这两天的新闻 所以你说这个新闻传出来 那么你们 我们信任拿枪的警察吗 当然大部分拿枪的警察 一定不是这样的 可是真的这个 你一爆出一个这个新闻 我去医院排队 我前一阵去看病 去香港那个法国医院排队 就是普通的那种门诊的排队的时候 我就深深的感到 你在医院排队的时候 你是作为病人 你一定要相信他们 你没办法了 比如说你得这个病 你有很多选择 我可以看很多私家医生 我可以去看这个医院 那个医院医院 但是我不可能每个都看 对不对 我最多看两个 当然我就得相信这个医生 我怎么来相信他呢 我就只能相信他们穿上这身衣服 他们经过一定的训练 他们会凭良心做事 他不会随他高兴不高兴来乱看病 这个香港有点好 你看了什么病 跟他厉害没关系 他给我吃什么药 跟他的工资没关系 就凭这个信念 我相信他给我吃这个药 哪怕贵一点 那我也就买了 对不对 可能是对我是真的有用 人有时候 我就联系到有很多行业 包括我们做老师的 包括更不要讲什么法官 就是一些专业人士 在行外的人看来 只能相信你 你就是对 你老师也是这样 你对学生是不是凭良心 你是不是在凭你的 看来长得好不好 或者对送了多少钱 我就对他好不好 我们做家长的 把学生送给学校的时候 就是相信你 你们是公平的 我们到医院的时候 就得想 一旦没这个相信了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我们只能假定 自己是相信的 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 其实对大部分的病人来讲 当然你去了那个地方 你觉得它是很特别的场合 你只能信任那些 穿上袍 你就觉得他该 就等于一个人 穿上袈裟 你就觉得他是和尚了 是那个感觉 可是我们都忘了 其实我们在给钱 就算你有医保 你还在给钱 那你给钱 这什么关系 是消费 作为消费者 你有没有知的权利 一般在理想的医患状况底下 这个怎么样让病人信任 其实是个怎么样 让消费者信任你的问题 这个信任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比如说这个医生 他告诉你 你是什么病 我会怎么治 我用了什么药 我为什么用这个药 他必须解释 他甚至还有几个方案 他告诉你 本来你这个东西 可以在ABC这么做 但是我现在选择C 为什么呢 我把方法解释一大堆 这其实在很多国家 它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在香港比较好的私家医院 他都会注重这个 就让你信任他 而且你有知的权利 你身为消费者 但是问题在中国 今天我觉得问题就在 很多人他钱给了 但医生见你两分钟 但是文道 我跟你讲 医生为什么见你两分钟 因为医生这一天上午 他看了60个病人 就是啊 他没办法 膀胱都憋爆了 我是上次去府外医院 他们还是托人 说心脏有毛病 找一个人 凹卡会找的大夫 扒的都从这个人堆里 钻过去的 你知道吗 我找着他 他说 哎呀 这好 我给你看看 他说 我给你看这点功夫 我领你去做个超声波 这点功夫 我去撒泡尿 他说 我现在憋了 憋泡尿 憋了撒中头 我就离不开 他说 我今天上午 看了80个 可不就比一人平常 就是这样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中国军队新一批精准攻击导弹 升级入役 台湾情报 解放军应对周边威胁 军事变革 打造五大战区 提高反应力 打击力 日本自卫队本周 大规模夺到演习 美国媒体支持日本 拥有钓鱼岛 挑衅中国 中日敌意升级 大陆官方媒体呼吁 做好对日备战 美国研发超高速 舰铁战机 声称中俄导弹 根本追不上 打不到 美军秘密严实 水底攻击器 首要部署 中国周边 华人探医药业 特约之军情观察室 由华人探医药业 具名赞助播出 为探医 为健康 以及洗酒教藏 1988 教藏老酒 经典酱香 并连同阿里山品牌 中华一脉 自然出众 阿里山联合赞助播出 现在的房租 涨得也太快了 我的店 销量还行 可房租也得周转 朋友介绍了 民生微贷 凭交易流水 也能接贷款 民生微贷就是快 民生银行 小微金融 饼酒运股房 配桃花春去 采无极之水 汇圆酒精华 年份远将 五锦共酒 咱们看看最近 这个医闹 我这个医闹 是医生闹 不是病人闹 你看医生 闹起来 就是你知道温岭 温岭第一医院 一死两伤 这个医生 给童子一个伤了两个 这医生们出来了 你再看下边 你看王医生走好 这医生们 这个这个出来示威 你再看下边 这那天警察也去了 你知不知道 所以这个骚乱 是很少见 白大褂 你再看下边 这个就说明 这个医闹 你看背后还写着 坚决打击医闹 实际上这个医闹 把这个花圈呢 都盖住 你这医院的名字了 你再看下边 这是挺著名的 医护人员带钢盔 所以你说 其实我现在看这个 有一件事 值得一说 还是说咱们干的这行 就是媒体 你知道这个国际期刊 柳叶刀杂志 说这个中国医生 处于生命危险当中 他列了很多理由 医改是一个重要的了 但他还列了一条 他说中国媒体 长期以来对医生 这个污名化 和这个妖魔化 就是你看 咱们都有体会 你要在这骂医生 对吧 我们觉得电视机前面 我们都能听见好 因为就人啊 是有这个情绪的 可是你知道 我现在也有一种感觉啊 就做这个主持人在中间啊 我觉得当今的中国啊 比较需要持平之论 我见过太多的 坐在左边和右边的嘉宾 那么他们为了引起注意 或者让老百姓觉得痛快 他就要独持偏见 徐悲鸿的话 独持偏见 你也不知道他是有意的 还是无意的 反正这个话就要说的够狠 可是实际上啊 我就老说当年王小波 这个李银河的前夫 不是前夫 是死去的丈夫啊 不是有一句话吗 叫沉默的大多数 这沉默的大多数啊 其实是代表着这个社会里的常识 我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要是光看媒体 你就会发现中国今天啊 医院就是地狱 你不能去啊 你要光看这些个报道啊 你就会发现这医生都是片子 对吧 同样医生如果光看这些报道 他看病的时候 他就得小心 他得穿着护甲 随时有个病人就得拿刀捅他 可是我仍然说 这个持平之论是什么 就是大部分人 我们这些说话不惊人的人啊 像我们仨家一块都这样 我们去了不管是北京的医院 还是香港的医院 我们不会闹的 我们还是就像徐老师说的 我觉得我是相信医生的 你非得相信 对就是相信 我跟你说你的选择没什么出奇 大部分人到今天为止 仍然是选择相信医生 而我相信大部分医生 到今天为止 也仍然是选择有个基本的底线 其实这是持平之论 可是今天你经常 你看不到这些 持平 因为这些意见不被 不被注意 其实我觉得你这个讲法 也要再小心一点 就所谓持平是什么 如果持平只是一种 很数字化的持平 或者是宣传部 眼里面的持平 比如说 你要必须要说清楚 大部分医生都是好的 然后要给个数字 我们看到那些都是 少数害群之马 或者你说 如果再发生这类事件 像你刚才去警察那个例子 说我们既然新闻出来 影响大家对警察的信心 那是不是个警察开枪打死孕妇 我们就不要报 以免大家影响了对大部分好警察的信心 不能这么想 报道做新闻 我觉得不能只是一个持平 尤其是一个数字上的持平 它应该是什么 它应该是求真 什么叫求真呢 我举一个例子 你比如说 我觉得今天中国比较危险的 倒不是持平不持平 你比如说 我们这个国家 很多东西我们知道 不能讲 不能说 不能骂 那么于是呢 媒体的火力 就为了又要迎合这个市场 迎合观众 我们有种民粹倾向 就集中的骂那些 能骂那些 而且开火开的特别猛 所以这时候呢 你骂医生 骂很多东西 骂城管 骂很多 骂中国足球 那是怎么骂都行 然后老百姓也高兴 我们也开心 但是这时候呢 就会出现一个民粹情绪 就会把求真给扭曲了 我举一个最好的例子 就发生在最近 你也听过吧 就央视 骂这个星巴克 你从 老百姓 从他的角度 我讲 这个给老百姓解恨 因为当时老挑 这些外国厂的毛病嘛 你来我们中国 赚我们钱 把这个苹果的壳拆了 啪啪啪 一步你 徐老师这个5S 原价公本 几百块钱 你卖几千块钱 你是不是谋取暴利 啪啪啪 这么讲 那这些话 老百姓听了很解恨 但是问题 你叫不叫求真呢 所以求真 你专业一点 你专业去计算 他这杯 为什么那么贵 他里面包含了多少东西 你比如说 你说你iPhone 一个手机这么贵 你是不是来中国人 骗我们钱 然后有人就推算 说唐伯虎 这副纸 大概十来块人民币 这个墨 二十多块人民币 这个比几百块人民币吧 他居然也能够拍卖几百万 这是不是谋取暴利 就你不能这么算 这就要专业 他讲的有道理 所以我是不是 突然想到一个比喻 媒体 对于社会 有点像我们进医院 他给我们做体检 他当然 他一部分的作用 就是做体检 你进去以后 他体检了以后 啪告诉你 你哪些地方有问题 哪些地方有毛病 他好的体检 是不考虑你心情好不好的 对不对 你哪个东西有问题 他就会告诉你 哪个地方有问题 是不是这样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一群热爱电影的年轻人 将电影的美丽 带给乡村的孩子们 让他们的童年不再孤寂 生活不再单调 乡村田野间 响起优美的原舞曲 舞动着略弦稚嫩的小天鹅 他们有怎样的艺术梦想 发现新工艺NGO知识计划 六强席位只剩两席 谁能抢占最终席位 焚酒工艺中国 星期六凤凤卫视中昂台 焚酒工艺中国 由焚酒集团具名赞助播出 焚酒中国酒魂 地球上又难以抵达的四大基地 还有每个星都在追寻的 第一部集欢乐集 北北20度 归南湖海口国际度假区 世界的欢乐集 从田间到餐桌 生态种植 科学饲养 良心品质 用心做好食品 蓝叶食品 您的家庭厨房 雪花 雪花勇闯天涯 如果我们延续这个比喻关系 传媒对社会的监督作用 就像一个体检报告 对一个人的话 那这个时候 除了这个机器的好坏 跟医务人员的水平之外 他收不收钱 个人拿不拿钱 就变成很重要的问题了 是 你没说我的意思 假如你去做体检 他们做体检报告的时候 他们为了推销某一种药 或者为了试验某一个机器 故意夸大你这方面的毛病 而实际上是他们为了 要拿红包要赚钱 你对这个报告就质疑了 这就好像新闻工作者 你是收了钱 你夸大了某一个问题 或者缩小了某一个问题 长久大家就怀疑 你这个监督作用到底在 你搞了两天 你说这个药不好 你目的 原来是你收了另外一个药的好处 这个病患者跟这个社会就要质疑了 而且你说一个是收了钱 再有一个就是说你要是为了钱 你的报道会不会走行 你知道这两天我看了一个帖子上一个文章 一个人啊 他是个医生的儿子 但是他这个人 他说我不干医生了 做医生太冤了 在中国做医生嘛 他说呢 我就做媒体公关业者 但是他有件事 他很气愤 他就说 有一个新闻 就是咱们都注意到了 就是有一对男女 女的可能肚子搞大了 就最近去打胎 结果呢 本来说好四百多块钱 然后这医生呢 就让这女的在这个手术台上 留着鞋 等了三个多小时 坐地起价要七千多 最后还价还到四千多 哪里的医生 在广东 在广东 然后呢 好 他说 他说这个新闻 我最早看见 是在一个网上 一个网站好出来 他说网站 标题就是啊 医生让这个什么什么 等等等这个啊 坐地要价 然后他说下边有个相关链接 可是你要一点开这个链接呢 是这个新闻的原文 他说这个新闻的原文呢 和这个网站处理过的这个新闻 实际有点微小的不同 哪不同呢 实际上这个原 这个事发生在哪啊 这对男女去的是一个 征兆不全的 那种非法的小诊所 遭到敲诈 然后也被有关部门处理了 可是你看 他把这个信息给你模糊掉 给说的就是医生 然后他说几个小时之后 一个更大的网站 换了一个标题 说医生要价在手术台上 生了十几倍 又出了一个新闻 他的意思就是说 说你看后边的跟帖 说的都是什么 就杀光医生 杀光这些兽医 他说你这个网站的人 你心里清楚不清楚 真正会点这个链接的 可能是少数 而你这么处理 到底是为了点击率 还是为了忽悠人们 对医生群体 就是他认为他混淆了 医务工作者 整体的医务工作者 和一个小诊所之间的 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别 其实这 我觉得很奇特 就网上很多所谓假新闻 或者像你刚才讲 经过扭曲的 设计的 处理的新闻 那当然他们都是为了 点击率 但是他们通常都 还有一个特点 就为什么他能吸引 那么多的点击率 一定是因为 他说中了某些 当下的老百姓 最愤恨的 然后这时候 他就 所以这时候 我觉得叫自我作戒 就比如说有时候 虚构一些日本人 又怎么骂我们了 虚构一下出来 那老百姓很生气 他就 他一拍即合 一拍即合 他赢这一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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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得更长